所以,種魚,種! 哈哈 嗯? 嘖嘖嘖嘖嘖 嗨,大家好,我是尚邊桿,歡迎回到頻道 我現在人在海森的滋風池旁邊 因為這邊又會照顧想要種魚 這種魚呢,我說平常還蠻平常的 但是,它又有一點點讓我不正常 那這種魚呢,叫做黑公 可以說無垢魚 那至於這種無垢魚是怎麼類的呢? 主要是因為一些無垢魚的長期 適應在海水 在這種環境下 他們的T車上跟T型上,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特別是在雄心的部分 他們的顏色會呈現黑色 至於這個無垢魚長什麼樣子 大家看一下 現在呢,我前面就有一隻黑公 在那邊 在那邊 它現在游走了 從這畫面上來看到,應該是黑色的沒錯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圈 他們現在正在繁殖棋 畫地為王 挖出一個坑一個坑一個坑的 像那邊也是一個坑 那邊也是一個坑 然後 我來試著去一下水下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隻黑公就回來了 這個黑公在那邊 然後他們現在在繁殖棋的狀態 只要有魚靠近 馬上會出去驅趕 看他現在去趕別的小魚 很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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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路各位首先喔 後面有我的行動小廚房 在這邊 我的行動小廚房 因為呢 聽說 海水無果魚的味道 清甜 口感紮實 這我一聽了還真不相信 所以這次的內容呢 屬於一個catch and cook單元 我們釣起來 直接煮來吃 它味道到底是怎樣 等一下 就知道了 至於要怎麼把這個魚釣上來呢 我剛剛說 它非常的兇 至於要怎麼把這個魚釣上來 我剛剛說了 它非常的兇 所以這次我們用火耳 來抓起來給它看喔 哇 你這樣摸不像嗎 就是這個 這個叫虎虛蝦 等一下 我會用錢打釣吧 我就把它回到它的面前 我想它應該 毫不猶豫的過去做這個 所以我準備也是這樣的 也是非常簡單 一個1號的管復鉤 因為它們嘴巴其實非常的小 加上2顆大概3B的咬鉗 好現在大致上準備好了 可以嚇看了 來來來 一樣先捅剛剛第一隻那邊 看它不會再吃 追追追追 吃吃吃 吃啊 走 唉可惜 它把蝦子抓走了 可惜 沒關係 再鋪上第二隻蝦子 我發現蝦子越大越好 越大隻 越能積極它的攻擊欲望 這裡有一隻 這裡有一隻 很兇啊 很兇啊 追追追追 終於 哈哈 終於一隻了海水無過魚 所以啦 所以超兇 蝦子 果然對它們是必殺兒 各位觀眾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耶 黑公 長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喔 它的特徵真的跟一般的五過魚長得不太一樣 第一個 它的身體非常的黑 再次它的下巴是黃色的 這就是它的旗 邊緣都是紅色的斑點 整個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巴氣啊 但是它的體型差不多最大就這樣子而已 頂多會再大一點 先放進來這裡 好 我們再抓一隻就可以煮來吃了 好 現在有兩個兄弟倆啊 兩個都已經挖好洞 準備取媳婦了 但如果看誰先照樣 來吹來吹來吹 唉唷 差點被它吃掉 很兇的很兇的 走 唉唷 唉唷 這太小隻了啦 這個我不要 太小隻了 太小隻了 來吃看看 快吃吧 吃吧 孩子 沒有 沒有 被它啃掉了 它現在正在施殺那隻蝦子 哇嘞 喔那個蝦子 不要咬了西巴蘭 走 呀 哇這好黑喔 這是超黑的啦 超黑超黑 好現在呢其實我發現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喔 就是呢它們的顏色會變 顏色會變 抓一隻給大家看 那這隻呢也是我剛剛釣的黑公 但是呢它現在好像因為下到的關係喔 顏色變得跟一般的烏光魚差不多 大概像這樣子 好保險現在這個車身還有風聲會有點吵 等一下就是我們的料理時間 沒意外一直會煮清蒸 一直用乾煎的方式 我們就來試試看 它的味道是否就像大家所說的 是清香的 而且是沒有臭土味的 好來試試看吧 引擎開 Regional 這樣才是綠色演唱 only 都沒有對阿 小古波 好啦 各位 我煮一回是今天煮好了嗎 大家煮得有點醜了 不過沒關係可以吃就好 應該是有煮熟原因 這個是右邊這邊的鱸鱸鱸 是清蒸的 先從鱸鱸開始吃看 好,旁邊是它走一下熱狗 其實這個吃起來我覺得還不錯吃 真的講還不錯吃 肉質上搖起來非常的彈壓 再來味道上 有一股 青香 我只能說青香 用這個的青香來形容 基本上 完全沒有所謂的土味 沒有,真的沒有 再來吃這個清蒸的部分 先來挖一口來試試看 來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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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蒸的話 吃起來比較Juice 有一點好 原來是在料理的方式 所以說它的水分 比較沒有損失掉 吃起來也是有一點肉粽在去 很不錯吃 然後味道上 多一點油脂的香味 吃了吃的時候突然覺得好像 蠻奇怪的 剛路過人一直都跟一樣的地方看著 然後我就是 不然想到我非常像 我們這個外界老公 我常常也是在釣魚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在路邊釣魚 直接煮起來吃了 我覺得這樣釣魚 釣起來然後煮來吃 那種蠻不錯 可能是還蠻喜歡的 因為這樣可以保證 你的漁獲最新鮮 這差不多 就能贏到最後 如果大家喜歡的 別忘記的 可以贊助 分享到我們IG 跟Facebook 同學 那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下集預告 下一次的影片 Omega將會帶大家 深入叢林 好大了是吧 有一下 漂亮 x2 好大隻喔 就是一定會有 過程只能用緊張刺激來形容 你絕對不能錯過